啊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周末啊 美股那个周末充电啊 这是第五期 然后今天是2月21号 今天看有多少人大起来看 然后以后的话我们就周末的话 那可能就照顾一下其他timezone的朋友 然后呢可能就10点钟直播 然后也这样的话 有的人可以平时的话 每天早上和晚上都有直播 然后周末的话就是直接在 直接在早上直播了 然后首先呢今天会谈论几个很枯燥的点吧 首先是建建造 怎么样组建自己投资组合吧 然后需要考虑什么 因为很多东西呢就是 对就是有几个就是好的股票呢 有很多很多 但是呢就是啊 你就需要更多更多的那些啊 criteria 来帮你 filter out 一些东西 然后呢找到你自己适合的 然后这种东西呢 投资组合什么的话 我也会每个星期啊 会去调整一下啊 就看看这个投资组合里哪些呢 已经是我会我会找出来 哪些是这个 risk 就是按照 risk and reward 比例的话 看看哪些涨幅还有很多 我就拿着哪些的话已经算是 就是可以更加合理的安排到别的啊 别的position上 那我就会去啊打算好 然后呢下周做好教就做好计划 然后呢我一般来说的话会 啊左边啊时间拿走啊 我一般来说的话会 谢谢brox的打赏 然后我一般来说的话会在那个做啊 有两个列单 一个呢是按照 priority 我哪些想要买入的下个星期 然后呢再列一个啊列单呢是啊 右边的就是啊啊按照 priority 哪些我会想要减仓的啊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相互开始抵消嘛 就是这样的话你你钱需要花钱的地方 和你可以从哪里抠到钱的地方 你都选好了 这样的话下一周一周开始的时候 股票开始每个公司在变动的时候 你就不会开始非常的慌乱啊 在股你看每个ticker上上下下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在做决定的话可能会 不会那么理智了吧 不会那么百分之百理智了 因为你看公司其实该割肉的就是 该剪掉的其实真就是正在涨的公司 而那个该买的就是一个应该是现在 正在红的公司 但是如果你真的看到那个graph 在动来动去的话 你可能就没有那个逻辑性了 然后啊投资的独立性 这个也要谈一谈呢 因为有一个也是有一个啊 就是博主吧 在直播也在说这个投资的独立性啊 我我谈一下我的见解啊 大家误喷 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啊 别人也他也不是说就是啊 就别好像跟他说反话啊 就是你就缺乏了 缺少自己的思想独立性 那我就想看看 我想说一下我的观点啊是反话 但是可以大家评论一下有没有啊 就独立性 然后什么才是真正的独立性 然后呢最后呢 我们再会谈一下 这周可以安稳睡觉的一个股票 还有一些可能就是你可以观察的一些股票 这样的话也是给大家一个思路 看看接下来可以买些什么 首先呢我们现在是3分20秒 来看一下啊 首先频道短 频道的一个短期介绍 短暂的一个介绍 就是我不是大佬啊 然后呢我中文是很差的 所以大家误喷啊 这个我是中国小学 就小学5年级的中文啊 然后呢 对所以大家能听的听 不听的我努力 然后呢 如果要把自己当老板呢 那出门左拐啊 然后啊 然后还有就是我就是一个 我不是一个大佬 我不是投资界大佬 我就24岁 然后呢我只是一个收益蛮高的一个散户投资者 让我们这边的话不讲入教的 不讲无脑信仰啊 然后我们不卖投资组合 我们只是一群就是可以愿意付出的人 就是我相信 我希望就是一群愿意付出 愿意分享的朋友呢 加入朋友圈一起讨论 然后呢 怎么样删选出这些人呢 就是说用资源打赏 这边我们没有任何会员的东西 我们只是我帮你挣到钱 你看到看我直播 我帮你挣到钱了 你进来啊 你打赏你进来 然后如果就是你还没有挣到钱 你也没事 就是你可以直接就我们聊天群 也有免费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过来继续讨论 进行讨论 然后呢 我们这边呢 不会就是不仅是分享就是好的公司 我们也有好的博主 然后呢 好的博主 大家也一起看的 因为啊 怎么说呢 我觉得分 就是挖掘好的公司啊 挖掘好的博主啊 和挖掘好的公司啊 是一样重要性的啊 因为一个好 你抓到一个好的博主 他就会帮你省掉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成本 让你去挖 就是他已经会帮你删选好一波好公司了 然后你再开始去 可以跟根据各个公司去做功课 而不是说你也不是说你可以直接抄作业了 而是说就是他帮你筛选了一些啊 就是你自己要去筛选公司的时间 然后呢 帮你省掉那些时间 然后这就是短暂的介绍 现在是5分10米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组组件投资组合 啊投资组合的话呢 就是就是我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说啊提前预期收益 这个的话呢 就是你自己买了什么股票的话 你应该知道你应该对他一个期待是什么 就比如说你要是玩了巨头 你不应该期待你的你的走势呢 你的收益率呢 get anywhere close to 那个得总的那种收益率 对吧 因为你玩的类型就不一样 当然你的睡眠质量跟他也是不一样的 这点他也是在直播里说的 就是说他虽然收益很多 但是他也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 因为而且而且这个你也看得到 他账户的话一下子波动也是很大的 所以你也要成熟到有那种压力的承受能力 但提前预期预期收益的话呢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更好的对自己的一个 就是你不会因为啊 那个别的股 别人啊涨了百分之两百了三百了 啊这个小狼今天这个月已经翻了两倍了 啊今年已经翻了两倍了啊 怎么怎么啊 我为什么只涨百分之30到40 你30到40已经很好了 而且这节只是取决于了你的选股而已 所以他你的选股已经提前帮你定 定了你的收益的一个宽窄的窄幅 啊所以呢这个大家自己要想好 然后不是说你的收益哎 少了那就是 你是一个烂的投资者 而是说你这你可能选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不一样 然后你对啊就是 对这个就是啊大家自己要想的 就是说你啊你要想好的收益的话 你就要去选那些能带来好收益的股票 然后你要想选你要想稳的收益的话 你想睡得着觉的话 你就选稳定的那些股票 然后呢那些龙头 然后呢收益的潜力也伴随着风险 然后这也就决定那个仓位的类型了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筛选那个潜力公司啊 就什么公司你要投资 然后我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说 啊就是首先呢就是哎啊谢谢浩浩子的打赏 然后anyways就是筛选潜力公司啊 这个就是先是熟悉的你自己熟悉什么赛道 因为很多公司啊你要想要玩长仓 长仓就是你得拿得住吗 那你怎么要拿得住怎么有信心拿得住 然后怎么有信心在加跌的时候 你再加average down呢 那就是你必须得熟悉这个赛道 你要熟悉这个不仅仅是这个公司怎么运作 而是说他这个消费群体他去 他是怎么样选择他们就是自己的产品呢 然后为什么这个公司可以受到消费群体的 这个指定目标消费群体的青睐 对吧就比如说啊就不用说什么 比如说赛道的话就大麻赛道这个的话呢 就是虽然我不熟悉那个消费群体的那个怎么 但但是呢我熟悉那个找review啊对吧 我们去各个网站上都会有review的 然后呢这这样的话你可以去选择一个 就看看哪些品牌是在消费者的眼里是 就是非常涉爱戴的就比如说哪些公司啊啊 虽然名气在投资界很强 就比如说rl cannabis 但他产品是不强的 他的产品在那个就是在那个购物平台上 就是有的人买了以后他这个package 这个inventory turnover是有点慢的 当然这个也是在财报里体现的 然后就是说就是意思什么inventory turnover很慢 就是说他包装了以后他生产以后 他过很长时间才能卖的出去 和别的公司的比如说就不一样了 就别的公司可能就是包装一下 就他们是呃供不应求 但是acb的话可能就是啊就是对 时间稍微inventory turnover要稍微长一点 时间因为可能他卖那的卖的速度啊 来不及啊就是啊就是 生产来卖的速度就是太慢了啊 就是啊完全是啊就是怎么说的 浪费掉了他的production capacity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熟悉的博主吧 就是说你哪些是哪些博主是你 给你觉得是可以一开始是无脑跟的 然后呢在自己慢慢跟慢慢做就是先做个底仓 然后呢再开始做功课 或者就每天啊每天都会开始 又不是说股市又不是说从早炒到晚的 而是说哎就八点到after market pre market吧八点钟 或者是有的人更早 然后after market八点钟 就是晚上八点钟 然后呢但是还有另外的时间 那个时候干嘛呢 那就是去做功课的 然后白天的时候也不需要很多时候盯盘的 盯盘的话你盯一分钟 你的时间就少了一分钟 但是呢你要去研究 你把这一分钟花在研究公司的话 盯盘就是白天的时候你去研究一个公司的话 这个时间就是保存下来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点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的 那就是有的时候你选了好公司 你真的完全不用没必要盯盘 对吧 然后呢更多是什么 你去选就开始去了解这个 把时间花在了解一个公司上 而不是说去定一个就是他的走势 当然你要是想要进场或者是减仓的话呢 你可以定一下看哪个地方是局部性的高位 这个我们技巧我们也是教的 我们也是说的 然后就是对啊熟悉公司 这就是哪些你是平常用的 然后哪些你是经常接触到的 为什么我有信心就是在大家都在喊破破产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看我最早的视频啊 就还是英文的 为什么我在那个240块钱一路跌到180块钱的时候 pre split 那段时候我是愿意去买特斯啊 因为我自己有一辆特斯啊 对啊就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好东西 我做的特斯啊感觉2016年的model s 已经是已经是把同行的这些车子都感 就虽然豪华程度不是怎么样 这是事实做公布怎么样 但是他的他的智能程度啊已经把别的公 公司的车子哪怕奔驰哪怕保持些都比的像 怼的像弱智一样 就是你做过特斯拉以后你就感觉别的车子 怎么这么笨呢 对吧这就是一个熟悉公司 还有你自己家里用什么的 然后呢就是哪些就是哪些东西 你是自己感觉很畅销的 那你去玩对吧 有些女的女生的话就是可能就是特别 就是特别忠于医美 那这样的话医美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暴力 而且就是你要是熟悉哪些品牌是热销的 你熟悉哪些就是BOTOX或者是另外什么东西 哪些substitute 你觉得哪些更好 你去可以投资这些 你要投资你熟悉的东西 这样的话这些东西熟悉的赛道 熟悉的博主熟悉的公司的话呢 就是让你有什么呢 就是说有信心去average down 因为的话投资的话我们不是投机嘛 投机的话你自己决定投机的话你就投机 但是投你要是决定投资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说你是可以average down的 你是有信心average down 你现在投资长期的公司它要是跌了百分之二十三十的话 你是完全是毫不犹豫的就是把它买进的 就加仓的 这就是你筛选到了你就是长仓的公司了 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提前计划 就是定义每个投资和exex strategy 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买 就现在的话我就是也做了一个表格嘛 然后稍微等一下 就就是我不给大家看我的那些公司了 但是呢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很多东西是 就已经提前计划好了 所以说这边呢是一些公司 然后呢 notes的话就是说哎 这个公司是just hold就好了 然后或者是spec wait to sell 然后有的话呢就是就是先是spec wait to sell 但是我等会会再弄一个更好的strategy 还有呢就是说sell one volume spikes at top and turnover ratio 就是turnover reaches 24 所以我是24岁 所以turnover reaches 80% or higher 就是说很多人在换手 换手的话就给了庄家出货的机会了 所以庄家出货的话 就可能是个局部性的高位 就是就是这个我的是这个逻辑 然后就提前计划就是说你把这个 投资啊你定义成那个是投机的呢 还是说投长仓的 还是说玩玩一个涨幅 追就追一个涨幅和波段的 就是哎有可能你是埋伏炒热度 然后呢你就会怎么样 就是逢高减仓或者清仓 然后怎么样定义高呢 那就是要么price 要么用要么用价格 就是说你提前看好 哪些地方是个高位啊 那就哪些地方有个resistance 像beyond meat beyond meat的话就是说 这边为什么我画了这个点 就是说因为这边的话财报非常的烂 对吧 但是呢这个东西一下子跌这么多呢 他还是吃不消的 肯定会优回来一点的 那优回来一点的话 我们就要定位这个地 你要是玩波段的话 你要在哪里exit 那哪里exit的话 就是我们之前是画了这个圈圈呢 是在差不多这边吧 那就是我不觉得他有能力去炒到这边 因为我觉得他接下来财报 还是会很差的 但是呢就是说 我觉得他在这边碰到一个底巴 应该也算是可以的 也算是那个fill the 就是fill the bottom of the gap 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 这个 就是差不多是 虚的一个尾巴是可以的 所以呢当时我就说 这边的话你可以卖掉这个做了一个波段 的话已经ok了 然后就是这样吧 就是说你提前用价格来 那个 价格价格来决定他到底是你要哪里走 就提前预知这边压力位在哪 然后呢 另外还有什么 另外的话就是说要么就是用technic technicality 就是说一些price action啊什么的 比如说高位放量了啊 高位放量的话就是你要减仓了啊 因为就高就是有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用的呢 就是 就是哪些地方他放了很大量 但是呢他涨幅啊越来越小了 那我就觉得是个局部型的高点 我看 是什么来这公司 稍微等一下我我就周周五的时候 也说过一个公司 或者是我们这边看好了 像这边他一下子量啊就是怎么说呢 他是那个一下子这边量很少 但是他跑的量少的时候他跑的很快对吧 你看量很少很少 从一下子从那个49块已经跑到了111 然后呢 已经跑到了92了 但是呢真正放量的那个时候啊 他其实涨幅是非常 涨的幅度啊就小了很多 那这样的话就是感觉哎有点是局部型的高点 然后呢他就掉下来 但掉下来没量 又看这边就是有一个支撑位嘛 然后就是就是他也是又拉回去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为什么可以算成一个局部型的高点呢 就是放量的高位放量的 然后呢哪些地方是个局部性的 相反哪些地方是个局部性的低点的话呢 就是这边 而且我们之前也是分析过的 放量了在低位 然后但是跌也跌不下去 跌幅很小很小 那这说明什么 很多人在那边就是多空博弈吗 那多空多空是谁呢 多多是谁空是谁呢 那就是多是就是我不觉得在这边放量要 出来的人是聪明人 因为你有很多机会可以出来 你为什么偏偏选择 就是聪明人也是那些market maker 然后他们要他们为什么要 那直接低空 就低开以后再来给你出货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很不逻辑 就是不符合逻辑一个地方 然后第二天就是反弹吗 非常easy的一个money 当时这就是为什么我帮是把那个mp卖掉了 我都要买那个pltr 然后但是呢就是说 呃 然后你要想想看空的人是谁 就是说做就是现在在这个地方 放量卖出 因为这边放量交易的就有买家和卖家吗 这边放量卖的人是谁 那我觉得这边放量卖的人可能就是傻子 那就更加聪呃 不聪明的一笔钱 然后呢 这个因为他一路不卖 啊不卖 然后一直要在最低的地方再开始卖 然后低开了 然后再卖 那就是这边的人可能就是 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聪明了 然后 那所以你要是你现在市场上你已经identify了你的这个聪明的钱在哪和笨的钱在哪 那你觉得你应该跟着聪明的钱走还是跟着笨的钱走对吧 这就是很容易的一个点 但是呢接下来会不会反弹上去 我不觉得他接下来可能会再盘盘整一段时间吗 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因为因为就是 有可能也会拉上去 但是就这也不不关我的事情 因为我就pltr我觉得25块钱 呃我是27块钱均加了现在 25块钱我是加加了一个大仓位的 然后呢就是 就是这两个的话就让他就是就我觉得pltr的话以后到6070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但是呢短期时间的话他可能震荡一点 然后你你我就觉得你不要被他震出去就好了 这个我提前预告一下 然后 他的话呢就是这个公司啊提前说一下 很可能是你投资生涯现在今年开始或者去年开始 你可以拿着以后三年四四年以后的一个炫耀的一个成本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投资者 你在股市里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以后 你必须得拿出一个有有一个可以拿得出手的股票 可以给大家看 你看这是我一个百分之三百四百的股票账幅 不然的话就是有点没意思啊 这个玩的股票玩的没意思啊 你就是如果投资时间长了 你还没有一个翻倍的或者翻了几倍的股票 所以啊 所以PLT2的话呢就是你可以拿着一直是拿到很很远的地方 你家是25块钱做的仓位啊 是ok的没有太大问题的 然后就拿着就好 这个公司application特别特别大 然后当然有人会说这是侵犯隐私 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侵犯隐私和那个这是反人类的什么东西 怎么说呢隐私这个东西很难说啊 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啊你觉得你是不是想要牺牲一部分的隐私来 牺牲一部分的隐私来保全更多人的利益 更多人的安全呢和更多人的便利呢 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不用把自己的隐私啊 一些隐私看的太重 因为这是没有必要啊 关键就是如果这个PLT的话 他是把就大的数据汇总嘛 不管是隐私要还是说什么东西也好数据也好 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反正这就是一个趋势 你你爱 爱爱接受不接受 他这个趋势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我更加觉得他就是 就是更加关心这个公司拿这些我们的这些数据是去干嘛 然后呢 那我觉得这个PLTR至少拿数据干的事情 还算是造福人类的事情 相比来说Facebook肯定就不一样了 然后呃然后下一个是什么就是说对这个就是高位发展 然后我就是我要是炒一个speculation股票的话 我可能就是呃 啊怎么说呢我可能就是呃怎么说 是去看他什么时候换手率高了 他什么时候是高位放量了 我就走掉了 然后呃大陆那种坚实模式 说实话在大陆生活过的人啊 没有人会就没有太多人会抱怨 至少我我朋友我身边的人都不会抱怨啊 啊因为我觉得很安心的一个东西就是说 呃大就是在就像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城镇或者是一个那个 啊city嘛 拖案的时间是半小时 非常快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我自己不做亏心实话 我不太在意 所以那个有人就是在外面有很多摄像头啊什么的 这种 所以我当然这是不同的人不同的preference 吧只是我觉得就是说 我是想要想要人身安全 第一我不想每天有枪击案 不然怎么怎么 anyways啊 然后呃然后呢这就是投资组建投资组合啊 这个先先说完了 大家有问题的等会儿可以再提 啊当然今天也是很冷清的一天啊 大家就是周四周末的时候 早上的时候也是想想睡懒觉的 我也知道的 这个下一个是 这个什么啊对这个已经好独立性 投资者的独立性 对可怕的地方就是比对这个是嗯 然后anyways 独立性的话呢就是啊也是 昨天一个直播经常讨论的一个点嘛 啊然后独立人格的话 我觉得不是说单单是说说concept 你一直在那边强调和独立人格 但是呢最后的目的点是什么就是说 把大家拉到网站上去买投资组合 这个不是我我这是我的一个思考啊 这是我作为一个独立的思考 我没有被就是这样的话就也证明我没有被 被任何人洗到我只是在去那个 那我只是在那边就是去去质疑一些东西吧 然后呢质疑才能产生进步嘛对吧 然后当然不是就是我觉得不是说说concept 不是拉拉黑反对声音 然后指控任何反对的声音为 哎以丧失的独立思考能力 昨天就是看到那个直播就是我们群的朋友也 这个笑点蛮多的啊就是对ark 偏偏要去对ark 然后呢还要说ark要消失 但是我就是我不是说我就是我欣赏一个啊 投资的人和或者是投资的组合不是他涨幅大 不是因为他怎么而是说我是很早很早就开始欣赏ark的 然后为什么就是说他选择的投资方向不一样 而他说的很多东西就是你要是听你要是真的懂的话 你会就是你是听得懂的啊 但是呢你要是错过的话呢人就是这样的 他会找一个理由去否认你自己已经错过的东西 然后去rationalize yourself 就去去自己的去合理化你错过你自己错过的这个故事的 让这个故事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一个啊就是失落 然后去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啊你就不会那个太太伤心了吗 这是一个人的一个人之常情啊我学心理的我知道 然后大家如果不熟悉我的background就是心理学的 所以呢我特别喜欢研究这种东西 然后我就学觉得大家不要怼一个东西 是因为你反你就错过了 然后那个啊对就是就说哎任何你觉得就 就相当于他就说了你你觉得你要无脑性 就是无脑性任何东西当然是不好 但是你要想你要是他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相信ark的话 你要知道就是ark你要认清就是ark迟早会会飞烟面的 会会那个消失的那我就觉得然后他只要任何人质疑了那个博主 他就说你是丧失的独立思考能力这个我就觉得 厉害的这个逻辑 然后呢呃不代表不能抄作业啊就是说但是要带你的自己的思考 就是说不管是任何博主你觉得看好了你抄作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要自己就是不是说哎那个抄了以后 就股票跌了你要马上问这个要不要跌哎这边要不要割肉哎这个要不要那个啊 要不要再就涨了以后又不说哎我买的太少我要不要买太多我要不要买更多 这个思路就是就相当于就是你是在无脑抄的 而是啊你抄作业的话 你最好是要代表你自己思考的 然后这才是独立性 就是抄作业不代表你没有独立性了 而是你就就抄作业只是你省区的那些删选好公司的时间成本 然后你还是要做自己的功课的 谈后和周末就是用来做功课的 然后 对吧你在分析什么呀那是解禁日才能对的 是解禁日啊是解禁日 然后呢买的买的人才是大傻币 接了一堆原始股东不要的股票 不怕原始股东再去开设 哈哈哈哈 这个这个我们来我们来那个这个雄性啊啊 雄性我还好像好像还想原本想接你一个图 接你一个图了 因为你在我我好像看到你在那个别的一个 啊视频上你的你的反你的那个回答是真的是 我看到你就你你蛮有名的就是说有人截图的一个啊 你的回答就是说特别的有点傻啊 anyways 你要是这么选选的话 你你觉得这个PLTR就是25块钱抄底的人是傻子的话呢 也ok了 你你我们就放在这就等会就看看吧 啊然后 对啊就是解禁日的时候才能大量原 大卖那个原始股东便宜的持股对 那那我们就去接了吗 因为你要想想看有多少人他是去 他是就在等这个解禁日 然后呢就在等解禁日 因为他们都喜欢这个公司 但是要等解禁日以后呢才能这个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有可能不知道就是说很多上市公司啊 他们不是说你股票卖掉以后你就就好了 而是说根据这个股票的根据这个公司的市值啊 他还是有更多的一些bonus package啊什么incentive的 这样的话呢才会让那个 才会才会要那个把那个就是他们才会有 有有那个incentive去把这个股票拉上去 就把这个市值拉上去 这样的话呢才是他们才能赚到更多股票 用option来赚 然后呢然后拿到拿到更加更多便宜的股票 然后再去 所以我们就来等这个解禁日 我们就来等那个就是就是你要是看现在后果的话呢 他也是拉上去了 然后呢德总的话呢也是在昨天犹豫 那个前几天犹豫25块要不要买 然后ARK的话呢是大批的买入了 然后呢这边做这么大一个底拉上去 再跌下来很多大量原始股买入 那又怎么了我们就卖出那我又怎么了 我就是喜欢这个公司吗 I like the stock 然后但是就时间 实际上实际来决定吗 就是dare inside 让那个dare inside的那个 一句话说的蛮好的 let father time be the judge 然后 anyways 这个就是 接下来再说什么 对帮你省了好多时间 删选那个然后呢直接帮你找到研究方向 然后你自己就可以不用那个 这个怎么说不用花时间去 就是去去stock screener去找那些 从一堆烂股票里面去找到那几个好的吗 然后呢我抄股票 ok我交只要我给source 当然我不是每个都抄的 大家会发现很多得总股票我都不懂的 因为为什么我就只买我懂的东西 这个也是背后有逻辑 那就是我要是懂的那我懂得越快 我功课做前面我懂得越快 别人也能懂得快 那别人懂得快的话 别人也开始会讨论这个股票 然后开始推广这个股票 然后呢这样的话热度的话呢 懂容易懂的总会比不容易懂的热度炒的快一点 然后呢所以我抄机前的我都要搞懂 然后呢算我的人的话呢 就是说哎你抄你就是抄股票的 那至少你请你的收益力啊比我高一点 就是别真的笨到就连抄作业都抄不下 那就有点可笑了 然后clover的话我会抄底 明天呃周一的时候我会买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 就是德总直播的时候也有人在算了 这种话就是这种话就是很很没有意义的 就是说 就是哎小狼狼票多数被否决 哈哈笑死了 这个我就不知道这位人兄推了多少票 是被哪个博主看得上的 然后呢我自己独的独立的票 我就昨天就花了两分钟想一想 特撒180 dollars pre-spit 然后就是但是说的难听一点 我是24块240块钱买的 然后呢再说的难听一点 我是1000多块钱卖掉了已经 就我们完全是卖飞了 这也就是特斯拉这个股票也是教会了我 好多公司不要设置一个 设置一个目标价 就是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现在在问我 哎这个股票哎 那个小狼你是看好对不对 那你的目标价是多少 那我只会给你压力位 哪些地方你可以去显仓的 但是如果我说我真的看好一个公司的话 我会想把它拿到老 然后呢那个特斯拉就是一个深刻的一个教训 那就是我只赚了一个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五百吧但是 但是就是错过一个百分之多少 大家也知道了 这就是我一定要remind myself 就是这种好好股不严顶 然后呢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什么JWN12块钱吧 这也是全网就是你去看看富途的评论 就知道了我是谁就是谁先推的 哦谁谁推的时间是好的 然后呢就是 当然有的人也会说哎 很多博主在3月份4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推了 那当时我们是什么说7月份我推的是什么 TPR 因为我觉得Tapestry会先 先那个先起来 我还特地做过一个视频了Tapestry versusJWN 哪个你应该先买 我觉得他会先起来一下 然后呢因为什么他有中国的商业 那个对TPR也错过了 那个TPR的话呢 我觉得他有中国的生意他会复苏的更快 JWN的话我是9月份时候才开始推的 才开始重量推的 让你们使劲吸的 这些他可能就是没有看到吧 SPG60块钱 还说时间成本 那个时间成本放在不聪明的人身上 你时间成本你给他太多成本 他只会亏更多钱 富博的话是什么 32块钱 开始说买买买 24块钱买买买买买 然后就没然后了 今天看好了MP的话28块钱 然后呢惠泽惠泽就对 惠泽就是哎怎么会忘记 惠泽就是差不多是7块钱的时候吧 然后呢 对Mara的话也是 是17 22块钱一直推到17块钱 Atheria6块钱 Truleaf神仙股 就是你这个股票真的是 就是连富途都可以为我作证的 就是说哪个博主先推的这个股票 因为他富途的交易区 OTC交易区为Truleaf 就是因为我而设置的 这不是说我自大 而是说富途的交易工作人员 特地跟我说的 然后APHA的话6块钱吗 当然这个的话 我们也是当时是完飞了的 这个也是 就是完飞的股票 不要去不要去酸那些 就是酸自己 就是给自己找借口 完飞了就完飞了 下次记得 就是你为什么完飞了 你下次知道了 就下次就不会完飞了 DKNG的话38块钱吧 当时是从高位 呃高位跌下 啊FASI也是 FASI的话 当时还有人那个就是骂人嘛 就是说说你我不会看股票 然后就在对熊熊好像就是就是你这个 对就是就是你这样的人 他就说啊是傻逼 你在这边买了以后是傻逼 然后然后就没然后了 他就从那个62块钱涨到120了嘛 就是压力位 这边有个压力位对不对 然后在这边有个压力位 就画好了吗提前 然后总的来说现在的话 倒是可以买的 这FASI也是我们通常会说的一个 可以买的一个股票 然后呢呃 那个对想要大力在28块的时候 强力推荐 我是一路看过来 嗯对谢谢谢谢 然后在当时就是全网都在骂富博 全网全网全网都在说哎 华山什么那个 呃杀猪牌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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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呃然后呢还有什么 呃 还有是 想让艺术家粉丝来捣乱 跟根源是不认可你的政治立场 而且啊很危险 对的所以所以就是所以我想怼回去嘛 不是因为我在意这些人 而是说我想维护我的自己的 就是我觉得我的形象是什么 我就要做成什么形 我就要强调我是什么形象 而不是想神形象那个被被那个 呃被大家那个被那些 呃傻逼给搞乱吧 啊这个我还是很注意自己形象的 因为对 然后发席印象太深 群友哥肉已开仓 对这个就是 印象很深的对吧 然后就是我我喜欢 我不想蹭市场热点的 但是呢我就是我不是为了蹭 蹭市场热点而怎么样 而是我要就是为了收益 啊当时市场都在骂发席都在骂 这边都在骂那个 博博我为了收益 我可以就是跟大家 就选择一个大家都不看好的路子 然后 然后还有是什么就是说 呃马尔的话也是22块 汇泽的话是7块钱吗 你去查一下没有人推汇泽的 没有人推汇泽 然后现在已经差不多翻个倍了 88的话220 当时当时还不是有个神棍吗 就是说什么雷正在炮 你不应该进去的 进去都是韭菜 没然后了 现在280了还是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了 然后呢 还有就是收益不如得总啊 ok 就对预测啊 就是说你想就是 这是从一个另外一个 就是英文博主叫blaze capital 我这边就是学到一句话 那就是说 Do you want to be right Or do you want to make money 你想要对做成的 你想要当那个对的那个人呢 还是说你想要 那个当那个收收益率高的那个人 然后我的话呢 any day of the week any time of the day 我会选择收益高 我会先选择收益高 然后学习他选股的思路 了解他投资的公司 然后呢 以后我可以慢慢的成为那个对的人 成为对的人 就是时间没有人要求你在几年内 必须得成为的 但是return on investment 钱多了就是钱多了 所以我会选择这样 就是我脸皮肤厚啊 我我我选择收益啊 对吧 我觉得投资 投资就是看收益的 你你讲那些冠冕堂皇的干嘛呢 然后呢 方向帮忙选对了 功课总会做 做完了就买就好了吧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就好了 然后呢 呃 像ARK的话呢 我虽然崇拜 但是我也不会去啊 ARK今天买什么 我马上去开仓 而是我去了解这些公司 这个等会我们也会讲讲 ARK新开仓一个公司 叫ABBBB 这个我也是最近在看啊 然后呢 就是抄作业的汉似容易啊 但是呢 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抄都抄不像样 哎 我抄了以后从来不会问 这个会不要哥 这个那个你还拿着吗 就是你抄了这个工作 作业啊你就不要一直去问 哎这个公司你还拿着吗 哎你明天还拿着吗 然后好像博主不拿着的 好像就是就是那个就是背叛了你一样 就说你让你买了我跟着你买的 为什么你就卖掉了呢 你是背叛了我 就这个就是逻辑思维 就是你太不独立了 只能做这么说 这才是真正不独立 然后呢这接下来另外呢 是一些我的这些独立思考 就是说啊 对啊就是不不仅是就投资这种东西啊 你要是就是从根本上 你要是思想啊更加就是复杂以后呢 你投资也是有利的嘛 所以我今天说这些 就是说人无完人 我刚刚在怼的那个博主呢 我是还有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很多方面 像继续有待向他学习的 毕竟他年龄也放在那 他吃过的盐比我饭还多 对吧我还是有很多地方啊学习 所以我也是他会员 我加他会员的 然后那就是youtube的会员 投资的话 我只要跑不过我的话我就不加了 啊然后呢但是在有的方面我有意义 然后呢就是你他在直播里就说 哎你不要在频道里怼别的博主 就自命自命清高 但是呢他自己开始怼别的博主 然后呢然后还有一个 很可笑的就是说 就是他也谈到了那个有的有的博主 当然是德总嘛 就是说100倍收益是靠运气 别指望一一战成名 当然我刚刚推博主 推德总的时候呢他才50多个粉丝 好像100多个粉丝 他是把直接自己的收益全部弄弄到那边 然后呢会有一个 呃就是会会有人去质疑他为什么 哎他是用杠杆了 他是玩毛票了 所以他收益才这么高 当时我就说一句话就是说 我研究过了他的那个投资的理论 我觉得这不是说运气 这不是说他用了个杠杆 你用个杠杆我给你再高个杠杆 你可能都不会达到100倍 对吧就是这就是一个一个 就是说你不用去算一个成功的人 你只要去吸取他成功的经验就好了 然后他为什么成功 我来讲一讲德总为什么成功吧 就是说他他就是去买了一个 他觉得自己很有 就自己觉得有很有潜意的东西 你有就是一个他的一个爆发点 你有他在2块钱还是3块钱开超的 然后是看了一个懂买买的视频 就是测评你有 然后就是我觉得带大家了解这些 就是成功的人的成功史啊 我觉得大家这样才能复制一个故事 让故事发生在你自己身上吧 而不是说你看到别人成功 你就否决他 你就说他是运气 那样的话你 故事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然后首先就是你有嘛 然后后来的话他就发现一个 因为疫情因为COVID-19 很多医药公司啊 他们推迟了他们的就是产品推广也好 还是说FDA approval也好 他们推迟那些那个时间 那就帮助那些公司啊 住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底 这也就是他开始第二 开始就是大的爆发点啊 当然Space也是Space 他就是也是很看好这个公司 就是眼光放的很长远 然后呢 对 然后呢另外的Sense啊 TRX1啊那些check啊什么的 都是非常的就是 非常低的价格的时候 他就冲进去了 为什么他因为他觉得抓住了这个涨势吗 这是医药股 因为医药器械股啊还是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疫情而住了一个很长的底 然后他就去加仓 他就去抄那个底了 这个我不觉得是运气 因为放在任何人身上 就是有多少100多个人 100个人里面有多少人 可以有这个胆识和运气去做这个事情 哪怕有人运气 买到TRX6毛钱 那4毛钱的时候买到 有我们群里面还有人那个 就是说还有还有人那个4毛钱买过TRX6毛钱卖掉了 当时他也不认识这公司 你看运气买入了以后 你只会在赚了50%以后你就抛掉了 但是谁知道TRX6现在是多少钱呢 对吧 就是4毛钱他要是拿着到现在的话 就是他可能就是下一个网站 就YouTube上爆红的博主了 对吧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 还有影射什么 就是有的人他就说嘛 就不是影射他直接说了 就说有的人年轻 哎不可能有这么多专业知识的 哎就好像我的理解啊 就是说他在说 不管你学历背景是什么 你哪怕是生物专业毕业的 你哪怕在大公司工作的 已经就是年纪轻轻 少年少有成了 哎 你懂得怎么可能比他多呢 他是艺术家呀对吧 他怎么你怎么 你个学生物的怎么敢在艺术家面前 谈生物呢对吧 没有人比他懂得更多 哎这就是他的一个逻辑 这是独立 独立思考他的逻辑 然后呢还有算那些要要求退飞的吗 当然那些退飞的也不是说他们对 就是说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有他也是秀了一个comment 然后也没有blur掉 就直接人家头像和人家那个名字 放在那边就说Amy这个人 然后他说哎这个这个人就是啊 什么损失百分之五 他就要来问要不要girl 然后他还说哎stupid 当然他说这是影视 就不是说这个人 人stupid 当然就是这个就是怎么说的 我当然当时觉得这他也可以更EQ更高的 用另外一种那个另外一种方法说吧啊 silly也可以吗 就是哎就是immature或者怎么样 就是说有待提高也可以的 you need to improve your logic 这个也是可以的 但是直接就说stupid啊 这个也是有点狂妄的啊 但是啊anyways他 但是呢这个就也不是说Amy对 买了投资组合 你花钱399 你买了一个然后看了浮亏 别人长得好好的 别人都在大爆发 你浮亏的百分之五是不开心的 但是呢就是一个这个过程 就是说好的公司啊我们也不会指望这个我们经常说人长不聪明对的这个我也是用那个用来做那个啊用来做一个武器但是我觉得这么高尚的人对啊那个那个博主这么高尚你你这么就是去酸一个就是付钱花已经给你钱399花钱买东西的一个一个女粉丝那就是有点这就是有点那个啊啊对啊就是这就有点说不过去的嘛 然后我算的那些什么骂我的那些啊没有就骂我也好也好就骂我然后也没有做任何贡献的就直接过来踩我的那些那我是就是人长得不聪明什么就我就直接说了嘛 就是哪些伤害力的高我就直接用了嘛就是我不用心软的anyways这个就是啊就是我们投资的话我要是推了一个股票我不是我不推的啊我这是犯法的这不能推的我要是输了一个股票你要是买了没事啊就是损失多少就嘛最对发席我是什么时候开推的我应该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自己说我要买了80块钱的时候我说你怕错过是可以买的但是76的时候我说75的时候我说自己买入了然后后来就跌到62也ok啊对吧现在就是怎么样对吧这个就是好的公司你要给他时间市场热点他都会终会冷却 然后呢那个dead inside也是发了一个视频叫什么来着就是你可以去看他当时他还只是我看到的时候他还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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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他之前也是花发了一个会员的视频 然后呢啊就i was down negative2121 200k that day就是说他自己在那个1月份的时候做了一个视频1月5号的时候bngo嘛当时暴跌一下子跌了30%他就来那边说就是说你看我这边今天跌了30%但是如果后人有知道啊就是这一天的话呢他们会后悔啊如果if only i knew what happenedif only i knew what i knew to that day1月5号的时候应该是大家会就是大家都应该是就是呃怎么说冲进去买去bngo的时候但是当时就是bngo就是有个大的sell off然后他一下子那个亏了20%呃就亏了百分之多少还在30还多少然后他是亏了20万嘛当然他就是真的是非常重就是他他的那个投资的那个心理水平已经非常那个非常成熟了就比比这个成熟多了然后呢但是就是说大家也要学习他的那个心理嘛就是说你投资这个公司要 他长期的而不是说哎你只是玩一玩你看你账户哎只要是太红了你就不开心了不以不是这样的呃然后呢他说他就说算了就是哎算的那些人吧就说哎你退了退了399你损失了多少个399然后那我就在想这这不就是跟这个robin和的那个c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视频啊然后walshi menando然后他就是讲了就是大家也知道星期五的时候有个congressional hearing然后呢是games stop啊那个games stop没在那边 然后但是那个deep effing value 和那个reddit ceo那个citadel ceo和那个citadel老大和那个robin和老大都在那边买然后呢robin和老大就是他说一句话嘛就是说呃就是大家用他的平台已经赚到了35billion了就是说散户投资者啊在他的平台上已经就是不管是浮营也好还是说已经套现了也好已经3035个billion了但是呢中间呢有一个人就是哪个人来这呃不是这个人 好像这个人好像这个人不是这个反正有一个人就是说一直在说哎这个呃35你给我一个context因为35的话呢是非常非常呃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数字你要是哎总共的人在你的平台上投资100billion100billion你给我回报个35billion这是非常好的投资回报但是如果是一个tillion呢对吧有多少的散户在那个robin和上投资那如果是一个tillion 那35这个回报35billion这是特别特别烂的一个回报然后他就想要vlad告诉他到底这个给一个context in terms of percentage因为在投资界我们不讲你收益的多少我们讲的是你的return on investment是多少然后他就一直在回就是就绕来绕去嘛就说不说不说那个不说那个啊你到底是那这35billion代表什么而就就是什么投资界你就就是在那边说那个不不make any comparison只是说一个数字 是非常非常那个然后呢我告诉你吧就是如果你还不知道他错你错过什么我告诉你你花399你错过什么你错过就是拿一笔亏了不心疼的钱去去年一开始跟二你错过这个你也错过了就11月份看跟那个开始跟那个dellinside1月份跟得总当然也是错过就是说7月份开始我们再说tapestry然后9月份开始说JWN然后现在就是后来又再说spg然后又也在fassy那些这些股票你也是就是怎么说这个就是如果你你要是 就是安逸了你去买了一个投资组合你就不思考了以为就这样就可以挣钱了你就错过很多你可以自己思考或者是看别的博主去那个啊去去那个挣更多钱一个你错过这个啊然后你你买了投资组合你就错过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然后呢啊再下来是什么啊再下来就是说就是怼的就一个句话就是说怼谁我们都知道嘛就是说哎你收益你今年收益1万OK你明年再给我试试这个语气鞋像不像这个就是说这句话是 是何等的搞笑如果是我的话我已经跪下就是说我当然我已经跪我也已经跪下我就说这个呃怎么说呢我就就觉得以1万是非常有能力的就是说有多少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有一年能收益1万但是有一个人做到了而这个时候我不觉得作为一个博主你应该去酸1万的人对你的你的想法如果是让他humble一点的话呢是OK的就是让他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 你知道股市里你只要翘了尾巴你的翘辫子也是差不多不就是你翘辫子的日子也是差不多不远了但是呢就是说 呃就是怎么说让他humble是可以但是我觉得更加理智的一个更加eq高的一个情商高的一个说法呢就是那个那现在就你你收益1万很棒 我也希望你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你这个收益1万的一个思考 然后呢思路背后是思路怎么样但是呢接下来我觉得接下来就是要求稳了1万很棒就是现在就要 接下来加一步就要开始看看怎么样保护你的财富了这个我倒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让我会一下子对这个博主会非常的敬仰因为他就是不妒忌硬财但是呢就是看到别人收益1万他一下就开始这么说不了解他那个那个百分之收益1万的人他的思路方式啊什么的话就直接就定义了这个就是说哎你们应该再给我试试那我就觉得是很可笑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别人1万还在那边虚心求教 相反他最骄傲的今天昨天那个直播他一直在那个说啊stitchfix然后还有那个space 啊啊啊virgin galactic space嘛就说啊这个骄傲的拉账户他真的把自己的账户 去跟ark 比了 哇就是之前就是怎么说呢 为什么他我觉得就是我是学学心的吗我就知道就是说这种人啊 你要是真的承认了ark很多人就不买他的投资账户了 为什么投资回报不如arkark免费的你为什么不买ark去 就是非常简单一个逻辑 你只能去不停的怼不停的贬低ark你才能有生意做 对吧然后呢 然后呢这个呃嘲讽谁我们不能下说但是这句话是原话啊 然后呢anyways就是说这个怎么说最骄傲的他一直在说 space翻倍了 sitchfix翻倍了 但是我要想告诉他就是说他用来space那个他最骄傲的拉账户的 终于可以让他跟ark比一比的那个账户啊这个那个股票啊 其实是在 呃那个他口中收益1万的人的口中 账户底是收益应该是相对来说很低的那个 所以 所以所以就是不知道呀就是在他在怼什么就是说 别人1万 还是很谦虚 他翻了一个倍他已经还在那边怼了 但是呢别人翻就是别人的那个涨了很多的时候呢 就是他就说你是运气啊 然后就是他然后我真的是 就是让我刷新了三观就是说能把自己的投资组合里最好的三只对比整个别人的ETF 然后还很自豪的 那个这个真的是 哎这个逻辑太厉害了 如果不独立思考的人就会觉得啊好厉害啊这个 这个博主推了这么多 推了三个股票就可以干翻整个ARK的ETF 看这个是这个逻辑吗干翻整个ETF不对的吧 就是对啊就是哎这个真的是他有你用个别的股票去对比别人整个ETF这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还是很自豪的 然后我也是很佩服的这个这个他还是这么能坦荡荡的说出来对做这个对比 那这样吧我换个ETF对比 还是他的他这个最骄傲的三只股票 然后我们对比一下那个 呃德总的整个ETF吧 对对 Space 拉上去纯粹 是不仅仅他他其实他负面性很多 发射是非是非是败是非是非是败对吧 但是呢他吵上去什么因为ARK要先开始就是ARK的话他要开始那个 要搞什么要搞他的那个SpaceETF啦 Space Exploration 所以他的是个收益啊 这个他把翻倍那个收益啊 靠ARK的 这个是靠ARK的 那好我们来对比一下德总的整个ETF吧 我们我给大家画一个图啊 这不是就是我手动画的吗 就是说我手动画的一个 图吧就是说他的账户的图 然后我们就不截他的图了 然后呢手动画了一个他是差不多翻了 就是从一开始的 150 是那个两差不多200吧 从1月份到那个 这个啊2月份1月底的时候是差不多200然后后来也跌了很多好像跌到150了这个好像我画错了但是我们来看德总的德总的我都画不了这个图都看不了 看到了 好看到了看到7500 这是德总的 原来一百一年百倍不失梦 就是我做一个算数吗就是说他那个timeline当然他是那个从一年初到那个现在是差不多1万倍吗 然后呢那个之前的话呢就是他得那个另外那个博主他用的是什么November那个开始了所以我就开始 deduce 一下 然后呢就这样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怎么说 我觉得你不用和大家觉得你没价值别听 好的这个确实是这个的话就是有的有的东西呢没有价值的话我就不回复了但是呢如果我回复的话 我就觉得可能就是对大家思路啊有是有用的 就是说大家以后就是也可以用同样的思路去质疑一些 观点 然后anyway这就是德总的ETF我画图都得把它scroll up 不然的话我都我都画不了这个7500 我只能就你要是小的话你只能看到这个150 我看不到7500 所以这就是对比ETF吗 他的还是那三只 然后呢就是 就是对比整个ETF那你要对比ETF我就对比我就给你对比一下 这就是他嘲讽那个人 你明年再给我试试看 我给他多少年 我我我给那个博主多少年 他都不可能一年百分之一万 那就你就不要就不要说了对吧 然后呢我24岁靠自己选的股票收益已经很好了对啊可以保定大盘 但是呢就说我如果就是如果我看到 get inside和德总 就是我当然知道如果大家都去信仰的德总和信仰get inside的话 就是大家可能就不会如果我有投资组合 大家就不会买我的图子投资组合了 甚至有可能不看我的推的股票了 但是我不想就是我不想去否认这些人 我觉得强者就是强者 他们ROI碾压我 我就应该承认 我就应该学习 不是去酸他们 然后呢哎我酸什么啊 酸他们正好赶上一波掌势 我也是可以这样算的 但是我会觉得我那样会很可笑 然后呢 他就说什么就是大他们赶上掌势 但是何尝不是呢 就只不过你的眼光和方向决定了 这个掌势的大和小而已 就聪明的人不就应该认识到掌势 然后去冲浪吗 对吧何必没守成规为自己错过而找借口 然后呢只会找借口 那故故事的话 用他的那句话就是说终究还是会发在别人身上 然后呢不会发在别人身上的 然后呢有人把靠趋势赚钱挂在嘴边 但是呢现在有个趋势 有聪明人把赚了这个100% 然后呢这个趋势就变成运气了 哇这个逻辑真的是厉害的 这个逻辑厉害的 然后呢 所以就我不会算我会接受 我会欣然接受那些选 就是选股的眼光 就是我会欣然接受这个事实 就是说我的选股眼光有待提高 然后得去 谦虚的去学习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狼群啊不是用来 就干嘛 我们觉得我这个狼群 我们就是应该有的地 该心虚的时候 该谦虚的时候谦虚 然后一起去学习一些好的博主 一些投资的一些眼光 也好 还是投资背后的撕度也好 然后呢 ARK会消失 你要是反对 那就是你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就是我不知道他觉得为什么 ARK会消失 因为ARK投资的是disruptors 就是说那些可以捣乱市场的那些公司 然后呢 对啊就是说为什么他这样的 就是他觉得是因为他觉得这些投资 disruptor会消失吗 还是因为这个公司管理 原因还是什么是吗 就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个 到底是因为什么而会消失 然后时间是什么 对吧 时间到底是多几年可以消失 这个就也不知道 然后但是我来定言一个吧 我来定言 那就是我觉得他的热度 会比ARK更先消失 ARK会不会消失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他的热度会比他先消失 可能会重返一下之前 几年前他突然 他销声密集的为什么被全网酸到 做不下去的视频 我觉得他可能会不会再来一次 你经历熊市的时候会不会再来一次 那就说不准了 然后呢按照如果整个ETF来看的话 他就一个观点那就是先消失 第二个观点就是说他没有一年会跑 ARK的就是投资组合的话 没有一年会跑 然后这是我的观点 然后呢 我不会去拉黑你你只要那个你只要 你你你只要合理的给我 对讲就是辩论我是接受的 但是呢就是说我会跟你辩论 但是呢 我就是我觉得这样 大家讨论的话才能证明你有 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就是我不会说哎你只要是反对 这个句话你只要反对我的话 你就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大家可以就是对就是自己去想 然后自己去反对 好这些这就是 思维上的一个 充电吧 然后就是我觉得这种说说也是有意义的 帮助大家选股 帮助大家选博主 然后帮助大家在 慢慢的人海中 就是好的YouTube博主中 你选到真正好的那个 然后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就是说安稳睡觉系列 投资股票吧 投资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放在最后的选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 我不想把这些都放在这个之前 你要是有耐心可以听的 听听过我这些就是很很 枯燥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就是把最好的东西省给你们 然后呢安稳睡觉的话 ADT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 FASI我觉得是好的 啊ADT和FASI完全不用担心 Google持股 FASI的话呢是那个 还有就是以后的趋势就是这个 然后我个人觉得就是 Google的话用 会利用那个 呃会啊没有拉黑 我不会去 我在网上跟他刚是没有意义的 我只是在 我 在怎么说我我只是在这边自己 发表一些我的独立思考的评论吗 不然的话我的独立思考要是在网上给他发的话 那就是在推了上什么发的话已经被拉黑了 我们就没有空间去独立思考了 我还不如现在就省掉那一步 当做已经自己被拉黑了 然后我先去做视频嘛 在视频里面讨论 然后呢 呃 anyways ADT的话呢就是 我觉得 Google home的就是 接下来智能家居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然后呢 Google的大的comparator就是Amazon和Apple 然后还有很多别的公司像Vivit啊什么 但是就是最大竞争的就是 这对手可能就Amazon和Apple 然后呢 他可能会需要ADT的就是在全球 的范围的那些啊影响力 然后呢他想要就用用 ADT来渗入每个 就是已经existing ADT customer的那些家庭 然后去 推 那个他们的智能家居package 所以我觉得ADT和Google是强强联手 然后发席的话呢是一个啊对啊 就这个公司就是那个 那个 就是一个handle那个那个cloud的一个公司吧 然后呢我觉得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之前我们也是一直推的 当时呢我们说这边这两个地方你可以 这边这个地方 我觉得已经很高了 你可以检藏 因为他已经之前到了这 这种压力位已经很高了 然后他如果对啊就是 我不觉得他有当时是有能力可以突破这个的 因为我觉得这边放了太被套到太多的人了 所以呢 我觉得当时应该会回调一下 但是没有想到他回调会这么多 但是现在回调这么多 那如果那如果就是你看看一看下时间成本是就去年的6月份到现在 你省掉这个时间成本 然后你要是玩了这个波段的话 你还多玩了一个60到120正好翻了一个倍 现在的话近的话是ok的下一个点位的话就是就700块钱 这个你是可以安稳睡觉 你为你想你每次你被就是你不知道他就是该不来投这个公司的时候 或者该不来继续拿这个公司的时候 你就记得 你就记得他的 客户是什么 你去往他的网站逛一逛 看看他的客户谁 你就知道了 这这就就哦对frog也是 然后呢还有abbv abbv的话呢是ark 最新建仓 但是呢我也不是看这个 就是说我这觉得他的话呢是一个 怎么说医药巨头吧也算是 然后他最近是收购的一个公司是 alogen 然后是做医美的 我就医美的话也是一大趋势 这个真的是 女孩子和女人 在花钱这方面在 医美这方面花钱还是很下手去手的 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是我付的账单 但是没有做别的 但是但是我女朋友会做一些医美吧 然后这个我也觉得 是一个一大趋势 为什么因为我掏钱的时候掏的很心疼 但是还必须得掏 这就是一个趋势 然后abbv的话 他这还有一个divid 就是好像5%左右 所以呢你要是觉得他这个是趋势 他走势也很强 我觉得你这个地方建个仓位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ARK也是在最近在买了 ARK的话 我们如果用一节番茄 追踪器的话呢就是 什么来着 Abb 当时我就好奇嘛 ARK有没有买 然后呢 他还真的买了 买了很多嘛 然后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你是 就是玩一下是可以的 而且还有一个dividend 所以 在就是 你要是钱很多 你想要钱 那个是安稳一点的 不想要就是不求 不求大富大贵 只求一个税豆安稳 那就是abbv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正仓股 然后呢 对然后下一个是吗 下一个的话是dkng dkng ARK也是买了的 当然我们是比ARK买很早 很早前就买了 就不是说这不是说吹捧 而是说我不是抄作业 这个不是抄作业 而是我真是喜欢的dkng 不是吹捧 这个就又要被酸子喷 喷子去开始曲解意思 然后去造谣 那你这个博主在吹 自己这个比就就有一个股票 比ARK早买他就要吹了 不是的 我的意思只是说我没有抄作业 这个没有抄而已 你有的话呢也是可以睡着着觉的 他以后就是可以 我就是按照德总的话来说 10倍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按照我觉得我的理解的话 就就是 因为德总那句话 我也去深入的了解这个公司 就是我也去 就是我跟德总认识 就是去年开始讨论 你有开始认识的 就不是说什么哎就是他的股票 就要提前给透露给别的博主 就我们就讨论股票 你还不允许两个博主讨论股票吗 你有当时就是他骂我 就是 当时我觉得特斯拉比尼尔好 他骂我不懂 然后呢 然后呢我就去这样 然后比丈夫吗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就丑事吗 这也是啊丑事 然后你有的话 我当现在倒是确实信仰蛮高的 就是你有的话 他而且他的话呢 就不管是中国国内也好 他那个底货 就是接下来会不会跟中国石化 中石 还是什么这个国内一些大的巨头啊 那些是大家就不用吵 不用吵 这个不用吵 我们不需要再吵这边吵 吵架 然后anyways 对啊 这个你有的话 接下来会有很多好消息 我不太担心 然后呢特斯拉的话呢 我也不太担心 这有伊朗马斯克带货是第一人 你还对啊 伊朗马斯克还有个趣事啊 就是还有一个这个好笑的事情 就是 嗯 等等 呃 现在这内裤的时候 我喷别人去搜搜 看看 呃 呃等会我再看看 呃 没用 好打折 就是昨天昨天我们还在讨论吗 就是说大家都在说 哎 伊朗马斯克是那个在说好像是那个钱 呃 seems too high 哇 就这句话我就觉得 哎 是不是 是不是有点 呃 这个这句话有点耳熟啊 然后呢 我就觉得 哎 那个 就是好像想想想想到上次吗 上次那句话就是说老哥我想买你的股票 然后就我们当时调侃嘛 就是说 呃特斯拉那个 啊 就是他当时也是说过特斯拉股价太高 然后我就说 当时是不是一个情形 就是说老哥我想买你点的股票 哦 呃 然后呢 就是说这次上他他放这条推特后开了玩笑 这次会不会也是这样 然后呢 就是呃 对 这个就是比特币今天也是又又在标上去 反正比特币的话呢 你要是想的话呢 你要是怕错过你就玩gbtc是最安全的 之前我一直在说你怕追高 那你就永远会就是没有没有服务项 但是呢 我只是比特币的话 我不敢average down 所以呢 就是呃 敢average down 但是呢 我就还有更多好 就我觉得就是 挣了钱更加有成就感的一个股票 呃公司我想我就我觉得这个更加有意义 所以呢 我一直是对比特币的话呢 除非我是看到一个非常便宜的点 不然的话 我就可能就是没有太大兴趣去玩 因为对啊 就是我更加喜欢 就是我更加enjoy那种看好好的公司 了解这个好的公司 然后账户跟这个好的公司一起成长 那个喜悦 那比特币的话稍微有点没感情 但是呢 就是好东西还是好东西吗 他因为有很多大佬站台 他也是跌不了太多了 但gbtc的话呢 是一个grayscale啊grayscale那个嘛 然后他是你要想玩的话呢 是这个是最安全的 啊 就如果你不能投资实体的 的那个比特币的话 他最他们也是一直在买嘛 当然这这几次这 星期会上买的少了一点 然后呢 我可能等回调的时候也近一点 然后anyways啊 另外再看一下 plt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 然后呢 啊 然后stake的话呢 也是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 uber的话没有太大问题 sdg没有太大问题 sdg是我之前帮我妈买的一个公司 太阳能的太阳能赛道的 这个赛道也是很好的吗 我们当时在这边买的 就是在这边碰到下碰到那个 碰到那个点位了吗 稍微等一下 碰到一个点位了 然后是 啊对 然后呢 现在就看这个赛道 我觉得是应该会拉上去 对哦对lmt lmt忘记了 lmt也是可以睡着着的 然后如果你要问我 呃 这两个哪个潜力更高的话 完全不是同一个赛道 所以我比不了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两个公司都是都是ok的 然后如果要我选的话 我可能会选abbb 啊 的 如果要我选的话 我可能就是扔个骰子 然后就是看看吧 两个都是可以看你自己更熟悉 哪个更加 想要有应用哪个公司 他们两个都是正仓的 就不要指望他们能跑 跑赢苹果啊 或者是跑赢NVIDIA 或者跑赢这些这些公司 他们就是正仓的 你要是钱很多 你去晚一点 是用来保就是保护你的仓位 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然后接下来 如果真的有回调的话 你可以把就是哪怕就是说 哪怕lmt跌了10% lmt如果能跌了10% 另外另外一个公司 可能跌更多了 所以到时候你可以把lmt卖掉以后 去买别的公司也是可以的 然后anyways 然后uber的话是没有问题 open的话当时也是就是 第一位的时候买的嘛 因为他是open当时是什么 啊就是 跌到这边了 跌到这边的话 我就觉得上升通道可以搭上去的 然后呢 refin的话呢 是我看了股权结构以后 更加好看好的一个公司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两个公司 他的不同的地方 refin的话就还保 好像是还保留了个经济 但是那个 opendoor的话就是没有经济的 然后呢 这个的话就可能会遭到一些 就是一些势力的抵制嘛 因为他确实是把一些人的 把一些碗人的一些午饭给抢走了 抢了饭了 但是抢了饭碗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趋势的话 decentralized 我觉得还是一个还是一个趋势 然后对 然后就是 refin的话呢 我觉得是很好的 就是如果你查网站的流浪 浏览率啊 refin是他的100倍吧 就是refin的浏览率和对比 他是几a few hundred million 但是呢 opendoor是over a million 所以对两个公司都可以买 大家自己看一下 然后之前我们有画过这种地方 都是可以玩支撑的 然后呢 而且就是说 接下来我觉得房市也会 还是会热一点 还是会更热吧 然后呢 crcrcrsr的话呢 当时我是推的 其实是也是 也是因为我知道 jeremy要做视频了 就是我们群里面也有朋友是 就是那个对啊 就是我觉得当时就觉得 而且当时的话也是碰到一个底位了嘛 就是说这个趋势上升的趋势 我觉得是到了 然后我觉得还是可以迂回去了 这个公司上市以后 也就盘整很长时间了 然后呢 大家如果对这个公司 你去深入了解以后感兴趣了 我觉得是可以看一看的 然后对对了 但是crcr 我后来改成了到这边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就是我 我觉得可能还不是到 能到一个安稳睡觉级别 而是一个就是说可以关注的级别 就是说crcr 当当时大家如果听了我的 就是尾盘时候进去的话 也是挣了百分之多少的 百分之二到三啊什么的 然后dreamy不是发视频了吗 带了一波货 大家如果对这个公司没有 没有那个没有信仰的走掉就好 然后就是我挣到点钱吗 免费捡点钱 然后呢 呃 呃 然后呢就是呃怎么说呢 但是如果你研究这个公司 你觉得真的好的 那就是至于拿着就好了 这个价格也不是特别差 然后我也看股权结构里面也是蛮好的 然后frog的话完全不用担心 lmt的话完全不用担心 然后 呃然后apple的话呢是蛮好的 最好就是apple这个公司 you can never go around with apple 这个东西真的是 他有非常多华尔街喜欢的东西 recurring revenue 呃还有就是市场热点 还有就是一个cult like following 这种东西都是华尔街特别喜欢的 果粉对吧 果粉的购买力 你是不容不容那个啊 小看的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建仓129 你不会后悔 接下来的话119的时候再加仓 然后再补及110再加仓 就就拿着就好了 这个公司 这样就是你进的apple 你是很 就是哪怕你不喜欢 你你不喜欢apple 你骂一段时间 你的身体还很诚实的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 我还是后来买了一个新手机 啊算了还是apple好了 就是就是人就是这么见的 就是就是习惯是一个 啊habit is a bitch 但是就是这就是研究心理学的以后 我告诉你 就是说这个apple是 再加上apple car apple car这个东西 一宣布的话 市值蹭蹭蹭往上涨到20%30% 那个时候你再追的话 就是不一样了 就不好了 apple car 他不会跟 虚待那个走的话 不会跟虚待合作的话 他就是发布这个消息 给了你一个机会去买啊 妈呀 他不代表他不会做那个apple 只不过就不会选一个棒子 那个公司嘛 但是呢 就是说 他就因为棒子嘴嘴 嘴欠 一直在泄漏 apple最在意的就是 那个保保密 但是棒子就是 哎 我们在跟apple合作呀 对啊 就是这样 但是apple的话 就是给了你这个机会 进商就好了 然后以后的话 我还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我 我就我可以 I can see in the future that there will be apple glasses 然后apple 就是一个一个full setup of apple home 这个整个生态环境 会真正的从那个 就是真正的从你的手手机 到你的那个眼镜 到你的手表 到你的那个一些那个 fitness的东西 到那个什么 啊对 就是 national education 然后呢就是对这些就是好的 然后frog的话完全 就你为什么要担心frog 他是很好的公司 当然他是他一开始 但还是什么ip的时候 我说不要玩 你要想玩的话 你做一个那个反弹是可以的 但是他ip的时候 我都不玩了 因为什么 就哎到了92 哎又到了60 你心里是受得住吗 再好的公司 这么一搞你受得住吗 但是呢就是说哎 现在的话呢就是 呃现在的话就是我觉得哎可以了 他有点跌不下去了 所以当时我在这边 我在这边借那个藏还是什么 然后呢我觉得他是可以有 那个有拉上去的潜力的 他已经横盘很久了 然后呢 这边是跌不下去double bottom 然后拉上去以后呢 呃 新兴不够宽广 我要是新兴不够宽广 我就不会推比我厉害的博主了 我觉得新兴不够宽广的人 是那个是那个什么就是 推呃 怼别的博主的就是 怼一个比自己厉害的人的博主 这才是心灸不够宽广广 然后怼喷我的人的话 我就是怎么说呢 我还确实不够成熟 就是我看到那个 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你你你用了这个来说 就是哎别人打你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打回去了 这个逻辑我觉得站不脚 怎么脚 但是我确实 昨天看了那个新兴小哥的视频 很酷 这个视频很酷 就是说他的一个 哎他的那种说话方式 真的是杀人不长眼 他把人怼回去的时候 真的是就是杀人不眨眼的 这个我倒要学习 我确实心智成熟度啊 不度他也不如得总 啊 anyways 下啊下一个股票是吗 啊 啊 破的话完全不用担心 amazon完全不用担心 啊就是 amazon的话 你就把钱放在里面 就是说 现在我会怎么 就我现在在谈一个东西 就是啊 就是那个 啊 refinance 当时我的这个condo啊 是全全全全款买的 然后呢 因为带不了钱了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 另外一个房子还清了 然后呢 我现在就是要 把这个 condo refinance一下 然后呢 就大家如果有兴趣 也是可以去找你的那种 啊像cibcr ibcr 就是或者是哪个什么 来着啊 这个银行看能不能refinance 我的现在的 variable interest rate 好像是1.29 因为我是新客户 然后呢 就可以免费的 就不是就相当于是可以免费贷款嘛 然后可以带个20万30万那种 呃 340万30万到40万 根据房屋的一个百分比吧 然后呢房屋价值一个啊 百分比 然后呢 amazon的话呢 就是这种钱啊 你贷款出来以后 你可以就去玩这种公司 然后 apple apple amazon 我觉得是就是免费减钱的 有些杠杆需要利用 不然的话利率白低了 你又是 你又不那个去不利用的话 这利利率啊 这几年就白低了 然后 啊然后facebook的话呢 我为什么打了个问号呢 是因为觉得钱呢是可以挣的 但是这个公司呢 我是不喜欢的 然后呢 我这边的话就觉得这边是可以反弹 他现在又掉下来了 就看能不能255 我觉得是可以反弹的 但是呢这个公司的话 我是不相信 就是不太喜欢 因为他的他在巨头里面 他可能是那种 啊怎么说呢 嗯怎么说就是啊 就是那种 最不不单 就是担不起这个名号的那个公司 吧 然后呢这个公司的话 这个公司的话 他就是他的任何 他之前是很火 但是呢现在的话 他靠什么支撑呢 就是说 invitation 抄袭和那个 acquisition 就是啊 还有就是恶意的acquisition 然后呢这个的话是在被翻垄断调查 所以我觉得你要想玩的话 你就是玩波段就好的 然后呢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的话 他涨幅是应该有的 像另外的一些广告行业啊 google的话还在创新高嘛 然后呢推特的话也是那个在拉高 然后呢 snap track 也是在拉高 他的话呢就是作为一个唯一的 就是只要那些公司不跌下来 他的话呢还是有能力拉上去的 但只不过就负面新闻有点多吗 烂公司当然负面 那个负面的那个 呃新闻有点多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是打个问号 然后navidia的话呢 是我就是还是这个赛道上 就是说 德总问我就是说 哎你觉得哪些投就是价值投资的 可以的 然后我我我说了很多股票吧 当然也被 还看不上 但是navidia他还是觉得哎 对还行 就是说就是说啊 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拒绝了我很多的 然后就觉得就是哎 他也得给小狼一点面子在微信上 但是呢就是确实navidia的话 我当时讲的 就是说ark的接下来很多投资 一些赛道 不管是ark投资 还是说我们接下来 就是必必不可少的一些 那就是不可能不可避免暴涨的那些赛道里面 navidia都是一个龙头 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那就是space exploration 肯定要有navidia 然后呢smart 那个automation 那个car automation 然后呢也是有有navidia 就是说就是 那个atom autonomous driving 也是肯定要有navidia的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需要有navidia ai呀什么的 bitcoin mining呀什么都需要navidia 然后这个就是没有问题 然后amd的话当然也在里面啊 就是说一个会领涨一个会那个 啊如果一个暴涨的话 另一个会被领上去的 所以amd也是一个 然后呢asml 啊这也是一个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一节番茄那个视频 真的是 他的话就是相当于就是 我不知道 那个那个艺术家有没有怼 呃是不是在针对这个啊 但是说他就是说 就是说一个年纪轻轻的人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专业知识呢 嘿嘿 这个人我相信有的 现在都是年纪轻轻的人 才是那种 就是才是那种恐恐怖的那种 这种 找就是那种人人物 啊反而 老老不代表你聪明 老老不代表你是越老越聪明 只能说你越老越固执 越老越容不下 就是不越老越不敢承认别人比你强而已 我怎么知道的 那我研究我爸就是这样的人 然后 但是我爸的话他也有掉了资本 但是就是 另外对 anyway csm 的话也是这个赛道吗 也是蛮好的 我不太担心的 然后呢 americano wheat 这个 dank wheat肯定是好的 这个2021赛道就是这些 然后呢 加拿大的那些的话就是不能这么说了 就不能安准睡觉 但是americano wheat的话 就是最大的一个啊 就是说他们要捞最大的钱在哪 up list 啊要去那个要去 up list到nyyork stock exchange 就是合法化这些过程都走完以后呢 他就会 然后美国的那些呢 不像加拿大合法化 加拿大是什么 搞了一下哎搞垃了 搞搞垃圾了哎就就 就一直 巍巍不振的 养尾了一样 我养尾了几年 一年两年多 很多赛了那个acb的人 亏了多少钱 套了多少钱 但是呢就是说 美国的话不一样啊 美国的话潮热度是一波一波的 哎今天你这个state legalize 明天你这个state legalize啊 每个state都会不同的legalize时间 然后呢再是各个店 legalize以后干嘛 那就是店店面对吧 这就是良性循环 店面开的多了 然后呢就比如说care leaf 当时我们也是 说了这个讨论这个care leaf 他的那个他上bloomberg的那个interview 他就说会接下来开的店面越来越多 然后呢从110 101到接下来看今年想要开150 150多了百分之 那个百分之五十的店面 你要干嘛呢 那就是卖卖大麻嘛 卖大麻的话呢 就是干嘛呢 就是 就是你的财报就好看了呀 就是有更多retail distribution channel the distribution points getting established 那他的财报肯定会好看嘛 就是财报好看又推一波对吧 开店推合法推一波 开店推一波 然后再再再再是那个 那个opolis到 new york stock exchange再开推一波 然后再是那个什么 那个财报再推一波 就是这种东西 我是愿意把钱放在里面 就一直看他涨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德总推薪票 这个的话我也是研究过的 所以呢我就我也喜欢的 我看的懂 sense的话呢也是ok的 蛮好的就sense的话就是 就是他的他的adressable market 实在太大了 我还有一个搞笑的一个逻辑啊 就是说我觉得 因为这次新冠啊 这个diabetes rate也会上去 因为大家都是吃吃喝喝 然后呢都不运动的啊 说谁呢 说我自己啊 然后呢sense的话就是diabetes 我相信I believe in obesity of America I believe in the diabetes of America 当然如果能解决这个糖尿病的问题 当然是会造福很多人类 但是呢就是说sense的话 就是确实是疫情过后啊 我觉得会有很多人 就是疫情过后的一两年两三年 我觉得很多人好像被要查出来了 但我不懂医学 这只是我一个很裸的一个逻辑而已 很很 但哪怕不涨这个 就是你知道这个diabetes market 在那个在美国是多大吗 就是在那个全球是多大吗 就是就是你肯定认识人中间就有几个人 是那个有diabetes 大概率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是好的 啊这个投资是好的 也是造福人类的就是测血汤 对吧就是测血汤 这个要是等真的是 就等他100天180天那个东西了 啊180天可以开始那个啊 通过被fda通过以后 已经在欧洲通过了 在fda在这边通过一下 他就又又来一波了 然后most的话呢就是这个的话呢 他的这个公司呢 我也去了解过一下 就是说大家会发现不是说所有的公司 德总推我都是会 我我有的时候就不聪明看不懂 但是有的公司哎 这个东西我一看那个视频 哎看的懂了 然后呢看这个marketcap看的懂了 6600就是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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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万的marketcap 德总都可以把这个公司买下来的 所以呢这是这个我倒觉得是ok的 就是说他的市值啊 就是我用什么来衡量 就是说他的marketcap 对比他的adressable market 是太小了 这个就是这个肠胃 脂肠癌这个是这个还有就是 呃那个 colonoscopy这个市场啊是多大 那就是怎么说呢 啊就是他这个市值啊 就是他他这个他的价值 对比他可以他可以解决的问题 那是非常的了不起的 就是说这个价值还是被低估了 然后呢 klove 的话呢就是 啊当时我是怎么来讲 资料库资料库搞起来klove 的话呢是 就是有就是 呃就是他他有一个meltdown 就是说他就是你看了新小哥的视频 你应该知道就他在说什么 就是说他在一个interview上 就是在开始骂人了嘛 这个ceo啊 cloverhouse的ceo 就是说就就是真的是在骂人了 然后就是我觉得哎 骂的有点有点有意思 我去我去投赖1万块钱 在里面rewalk 的话呢 我觉得也是呃 我rewalk 的话 其实放在怎么说呢 我我接下来可能会把他他 哦对 rewalk 的话其实还行 他的话呢是 我还为了安全起见吗 我还是放在那个可以关注的地方 他的话呢有个share offering 他的话那个share offering的话呢 是private placement 就是说不是给你们的 不是给我们这些散户的 而是说给那些 啊就是有钱人的大的机构 哎要不要打包 打包买一点 打包带回家 哎哎好的好的 那我给你个discount 啊当然也没有给discount market price price up market price 这是多么bolish的 只不过就是他们大的机构觉得 哎 我要是market price买入的话 就是就是你你你觉得你这样的 就是这种思绪 就是说market price买入的话呢 他是怎么说呢 他肯定会因为就买的量啊 他会涨很多 然后就不能保证 你可以在一个价位买 但是呢 如果你是批发的话呢 你可以这么跟那个公司谈 就是说 你可以说哎我买个几百万 但是呢我不想移动价格 但是呢我要买几百万 你要不给我直接就是价格低一点 不要给我market price买 那这样的话 有的公司就是觉得他自己公司不止 就是确实现在就是稍微跑的有点高 他会愿意给一个discount price 这个我们之前也是看到很多公司 他就是他就是给了一个 那个share offering啊 是低于market price的 就低于多少 就比如sense那次给了多少 1.9 对吧 1.9大家还记得吗 那个数字 但是这个市场就股市到跌都跌不下来 然后anyways rewalk的话就price and market price 然后又是什么 又是那个有warrants 接下来我可能把1万块钱 现在已经涨到差不多 1万3了还是什么 但是就是 把它换成这个 option 就是warrants 这个他也会出一个warrants 做明天 就是周五的那个share offering 他自带了一些warrants 我就买了 我去买好了 然后因为我这个我觉得这个还行 这个公司还是 也是造福了人类的一个 然后呢 skills和pcti skills的话呢 是那个就是我就是 当然你要看德总 然后那个视频的话 你就知道他是不成不不认可这个赛道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赛道是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我是年轻人吧 他的话呢 就是可能就是以父母的角度想 哎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玩玩股股票还在那边 啊 这个我玩那个玩游戏 还要赌钱啊什么 这确实是 但是呢 skills吧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 呃 行情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你要想建仓的话是可以 然后新西小新西小科的话 也是把skills放在第一名的 就是说 他最bolish的stock 就是最不会担心的stock之一 这样下一个地方 31块 32块这个地方 看看能不能补一下缺口 或者是最好不要补缺口 就33块钱 这种地方是蛮好的 但是呢 就是如果要补缺口的话 它是稍微有点不bolish的 啊 最好不要碰到 然后再是到那个可能看啊 就补的缺口的话 可能要找找到那个29块钱 这种地方 可能 碰一下均线 然后再盘整一下 然后就 拉上去了 再拉上去 然后呢 pcti的话呢 是5g的概念股 pcti的话呢 也是他也是 新西小科也是很 那个很喜欢一个公司 他也在震荡吧 airgame的话 当时我们也是看了 就是airgame的话呢 我们就是当时说 不用去就是不用一下子 就是磕在死磕在crnt上 你还是可以看airgame 和pcti的airgame的话 他是当然确实是长得很好 但是pcti的话 会不会也被带上去 这个话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 他震荡震荡会不会就上去了 然后呢 这个对 这个就所以这 哎 挡pcti的话 其实 放在那个 放在可以关注 因为还是稍微有点 就是我觉得 还是稍微有点 离大家远的 所以大家可能都没有那种 就是信心去加仓 如果跌下去的话 但skills 我觉得会离大家很很近 我觉得你现在不近 也会以后很近的 所以我觉得感兴趣的 可以 还有gbtc的话 就是你信仰的人 他离他很近 信仰谁 elon musk 对吧 chmask ark invest 他们对 离gbtc很近 那你就也可以安稳睡觉 然后呢 而且就是这个 你要是玩杂了 你还可以 就是如果比特币跌了 你还可以改到 mara riot can sos 职业股票里面 然后呢 rewalk的话 可以干装 gill gill 也是一个 接下来就是如果开始 应该是三月底吧 三月 三月中旬还是什么 RSI的话 我还拿着 gill gill satellite networks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玩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 你想进的话 是可以进的 就一个支撑位 然后下一个支撑位 就是12 13块钱的地方 碰到均线 什么时候均线上去 这个的话呢 就是ARK ETF 来的话呢 就是ARK的 space export 或是ECF来的话 这个是肯定会在里面的 他这波拉上去 就是因为炒作 因为他那个 好像是日本那个出来了 日本的那个出来以后 他就觉得哎 这个就是日本那边 有泄露出来 就是ARK在那边有个 portfolio在manage 然后是 exploration 然后呢 然后 啊 这四个的话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这个我还是不不了解 只是很多人在讨论而已 然后呢 can的话呢 也是很多人在讨论而已 他也是常常很多 多 mara和right的话呢 是我了解两个 然后这个呢 就是这个是更成熟的 然后更大规模的 这个的话呢 就是 大家觉得可能发展 攻坚更好吧 所以这两个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这比特币的话 大家自己去 自己去研究这个 我是我 我还没在里面 所以我 我不会花时间去研究 对 SOS和can都是的 应该都在大陆的 做矿机的 然后frsx的话呢 你你也可以关注的 porsight autonomous 他也是盘整这个地方了 就不知道他这边这个趋势 会不会走破的 看看吧 然后呢 rsi的话呢 我觉得也是可以关注的 然后他的话呢 就是他跟dkng那些公司 不一样是在哪里的 他的他的那个群群体啊 是更加hardcore的那种 然后呢就是 可能dkng那些就是可能就是哎 很很清闲的那种哎 赌个10块钱20块钱 他的话呢就是更多人是会在 就花更多钱去赌 然后呢现在一个一个 压力的话就是说哎会不会 重启了以后就是疫情过去以后 很多人就不管rsi 不不在那个rsi的平台上去赌博了 而去到真的赌场 回到真的赌场去赌博 也有可能对吧 但是就是rsi的话 我觉得他的成长能力 还有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用户的粘性啊 我觉得还是可以让我 可以让他吃到就吃到一幅的 然后呢还有就是他也是会占到那个 网上合法化的一个 呃 那个网上合法化的一个那个呃 就网上博彩的一个合法化的一个热度吧 然后check的话呢 我也是很相信的一个公司 然后我把我接下来可能会再放个 5000块钱或者1万块钱在里面 只要他盘整再时间长一点 或者有什么 呃有有什么任何强势的表现的话 因为check的话我觉得 对也是colonoscopy 就是大家对啊就是 很多人都不会去想要做肠胃剂 太麻烦了 但是check的话就可能就 就吃下去一个小的一个东西 然后他就一度帮你扫描好了 Football的话呢也是啊 就是2021啊 那个是啊体育体育 然后然后startpeak的话呢 cpsh和np啊什么 他我为什么放在这边 就是因为他们稍微有点跑的高 但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 就是说可以 就等他们低下来的时候去买入的 这这都是好的公司 这些都是那个就是 就怎么说啊 心思小哥 danside给他爸爸买的那些公司 那他他他他给他爸买了 那你为什么没有信仰了 对吧 而且就是说哎 确实最近确实因为pump and dump 新小哥的非常多的股票啊是 啊怎么说呢 啊啊那个新小哥的那个股票 虽然虽然是套了很多人吗 但是呢很多股票呢 就是说他自己买的那些啊 我还是相信 我还觉得是有有能力 可以就我还觉得有信心持有的 因为很多股票 都是这样成长过来的 有热度就会有冷却的时间 大家不用太着急 然后呢uavs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然后他最近也是做空报告啊 什么就搞搞得来 就价格也还是便宜的 crsr的话呢也是说了 然后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好 今天就差不多这个就股票也讲到这边了 然后呢 呃对对哦也用了不少实体赌场 原来这样这个我都不知道 哈哈这个我都没有研究那么深深刻 我就我就主要去研究他那个 那个就网上博彩那种 然后呢哎这个还确实是 你谢谢你告诉我 就我提醒了我 然后 封锁澳洲所有媒体 但是中共的今日悉尼没被封锁 啊这样我还听 facebook 养老人错关 啊那个作为facebook 员工啊 那个大家指控无法反驳 但是说养老人也够分了 命运失败对facebook 还是工作 工作强度还是很强的嘛 但是就是养老一个肯定是不是的 但是啊对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回答一下问题了 把时间记录一下